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我国双体测量船也开始下饺子了,有时间可以到夏威夷附近转转,近年来随着国产航母,055大区,096型战略核潜艇的下水, 服役,中国海军加速更新老旧舰船,硬实力不断增强,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的软实力意在逐步提升,全新的测量船瑞丽士号已在海军服役,其探测能力可与美国同类舰船无暇好媲美,对潜艇等水下目标,具有极强的侦察,跟踪能力。 美军无暇好测量船早年的挑衅行为,促使中国开发出瑞丽士号,作为三位一体和力量中生存能力最强,对敌国威胁最强的一环。 战略导弹和潜艇一直都是各河大国经过的重器,自然而然的为了探寻他国战略导弹和潜艇的部署情况,声纳特征等机密,某些国家便容易采取一些不光彩的措施。 2009年3月4日至3月8日,美军无暇好测量船,在黄海海域,距大陆230公里处海域非法作业,该船采用双体设计,具有很强的耐波性,平台较为稳定,利于声纳信息收集,经我巡防舰,海上侦察机警告后人我行我速,自称为航行自由之举动,并未侵犯中国主权。 而后无暇好在搜集了数天数据后使离,凭借着强大的侦察能力,该舰已经收集了为数不少的中国水面舰艇与潜艇的情报,美国此举即让中国看到了蛮横,亦使中国对类似无暇好的双体军用测量船的强大,能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 基于此,中国开始重视双体测量船的研发与应用,锐利10号是中国实质意义上的首款潜艇监测舰船,锐利10号长82米,闲宽32米,采用双体设计,耐波信号,设计排水量5300吨,体格与无暇好接近。 值得注意的是,锐利10号采用电力推进,具有噪音小,隐蔽性强的特点,利于隐秘侦察,其上在有高性能声纳系统,采集数据后,把送至按赏专业部门分析或引导反显作战,对采用孵射销声瓦等措施的高静音性的常规潜艇,乃至核潜艇都有着不俗的侦测与跟踪能力。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、印太战略的推进,中国周边海域愈发的不平静,美国亚洲盟友日本、韩国军装备有性能先进的常规潜艇,美印和潜艇一蠢蠢欲动。 目前中国已经有近10艘各类型的双体测量船,这些双体测量船的出现为中国海军发现与打击敌对潜艇,提供了有力的硬件和技术支持。 中国的测量船也可以到夏威夷附近转转,本文有火气营原创,抄袭地揪,图片来源于网络。